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Mini 真的是好久好久都不见了 上次发视频大概是在一年多前 但其实在这一年多当中 我心里一直都惦着大家 一直都有想要发视频这件事 其实我也拍了一些有趣的分享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但是就是因为太忙了 然后没有时间剪辑 他们都还在电脑里面睡觉 然后紧接着呢就到了2020年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 本来我是回国要过年的 结果就在国内没有办法回到德国 那所有的相机啊拍摄器材啊 全部都在德国 我中间也有想说 其实可以在国内拍一些东西 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台苹果笔记本 然后想要剪视频 后来发现用手机拍的素材 画质真的是不太好 那就一直拖拖拖拖到今天 那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以外呢 我就是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契机来回归 其实我觉得还是分享最真实的我 给大家这样子的话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吧 在未来的视频当中呢 我就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 关于时尚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又赶上我们家 现在马上要办一个新房 就用Vlog的形式来重新开始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进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那回归的第一支视频呢 就是从我的一周Vlog开始吧 买了两桶棋 但是我估计可能刷全屋不够 今天先刷这个房间 我今天先用它把这个桶比较大一点 专门买的这种铺在地上的地毯 我们买了这个可以贴在墙角 就是不想被刷到的地方 然后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调和的桶 上面有刻度 然后待会儿给它配一下 加了这个 直接倒到刷墙的漆里边 然后就可以预防霉菌 本来说 本来刷漆应该买那种 就是专门刷漆时候穿的那个衣服 但是我们就忘记买了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 那些建材市场全部都关了 那我们就找一个 可能以后不会穿的一个白衬衣吧 然后临时代替一下 人生第一次刷墙 你还在哪 再要让我来 已经滴下来了是吧 小心 对啊 小心 毁的太慢了 如果有不快点 对对对 真的变成毁刷漆了 那个刚刚好 我咋觉得像唐欣 哇好重 刚才真是难为你了 刷完了 今天一天就刷了一个房间 还是感觉没有预想当中的快 天都已经黑了 快要饿晕咯 每年圣诞节呢都要喝这个Gluvan 但是今年没有圣诞市场了 所以在外边就没有买到 就买了这种成瓶装的 那其实我们已经喝了一些了 但是就觉得 这个好像圣诞红酒的味道不是很浓 所以我今天打算把它再加工一下 马上可以喝到了 圣诞节一大早起来就喝酒是不是不太好 哇这也太好喝了吧 加了蜂蜜之后好甜啊 就那个红酒味变淡了 然后又加了有蜂蜜和水果味道 哇真的好好喝啊 今天买了这个苹果派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看视频上面吃苹果派 所以他吆喝了好几天要吃了 我买了一个这种 可以直接烤一下就可以吃的这种 给我看一下 是你想吃的是吧 可是我没有吃过 不知道好好吃 之前吃的那种都太酸了 这里一包里边是两块 就是这样已经包好的 看上去还不错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我来贴 有点蜂蜜站着吃 我蘸点奶油尝尝 别说还有点挺好吃的 刚才邻居给我们送来了 他做的苹果蛋糕 我这个也太运气好了 一下吃两种苹果派呀 我今天还要吃苹果 我吃三个苹果 今天我们家有个大好日子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日子 因为今天我们家要多一个家庭成员了 耶 今天是大好日子 耶 我们家狗狗要来嘞 是不是啊 哦 来了吗 来了 哎 你去抬一下呀 它那么重 你咋弄了 我要不要去 你去呗 哎呀 好激动呀 就狗狗来了 去看看 哎呦 差点帅的 已经很大了吗 哦 已经好大了 哇 这好漂亮啊 我的天 长得好好呀 这是六个月吗 这么大 哎 他还自来卷啊 先进屋吧 嗯 走 哎呦宝贝 走 他好乖啊 他很乖 还很乖 狗子来我家的第一天真是充满惊喜 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 就是因为狗狗呢 他对新环境好像不是很适应 然后就很害怕 完全离不了人 因为浴室比较凉快一点 就让他在浴室睡 就在里边完全要拆家的感觉 所以就赶快把他给放出来了 然后放出来以后 就是要一直跟人在一起 然后我就站在浴室门口 一直陪着他 从晚上一点半 一直到早上六点半 虽然很累 但是也很有趣 就是让我想起来了 刚生孩子的时候 嗯 我们家宝宝刚出生的第一天 第二天 我也是这样子的 昨天晚上狗子也是这样 就是他的头一定要 或者是他的爪子 一定要搭着我的脚 然后他才能睡得安稳 而且他睡得特别轻 就大概每隔15分钟 他都会醒一次 然后看看我在不在 如果我在的话 他就换个姿势继续睡 所以呢 就导致我完全不敢动 站了五个小时 但是怎么说呢 还是觉得他特别特别可爱 可能因为换了新环境吧 然后胆子特别特别的小 然后下楼梯上楼梯都不敢 真的是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小宝宝 对了 而且而且狗子居然也会做梦 就是跟小朋友一样 睡着睡着呢 然后突然爪子就拍一拍呀 小鬼巴摇一摇呀 或者是肚子抖一抖呀 特别特别可爱 就感觉不知道在做什么梦呢 反正就是几个小时一直盯着他 然后感觉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吧 因为他是一只公狗嘛 又是德木 从外表看上去好像还挺凶的 但是其实昨天跟他接触了半天 然后昨天晚上又一直观察他睡觉的情况 真的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保护的一个小宝宝 早上一起来就下雪了下的好大呀 外边全摆了 太美了 太美了 下雪了 下雪了 我觉得感觉好像在冰雪世界呀 好美呀 我们之前不是买的那个刷墙期不够吗 然后就在Bowhouse的网店 然后又订了一些上班第一天 我们就去店里面取一下 不能进去只能在取货点取 哎他们做的还挺好的 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的 对不对没有接触 我们现在停到这个2号取货点 他就把百货拉出来了 今天有时间放假就给他做一下面 刚好昨天做的那个鸡肉 可以做鸡肉面给他 好 先给他让他醒一会儿 哦呦 居然可以拍 扯这么长 我也是没想到 我刚才先把它擀了一下 上面擀薄一点 这样扯就快了 好 我们下点芝麻 嗯 又流口水了 撒点葱花 吃饭咯 要不上来 我要吃面 那个假期有时间 所以打算做一个蛋糕给大家吃 后边也有很详细的教你怎么做 然后还有需要什么材料 都写的很清楚 看我没有多爱吃 上次做的这个盒子还没扔 还在这儿 除了本身的这个料包以外 还需要再加150克的Booter 就是黄油 还有三个大小是M号的鸡蛋 还有五勺牛奶 刷一下油 一厘米生不能太深了 好吃吗 哇 你说的是陕西普通话吗 终于要带他去洗澡了 宠物店好难约 害怕狗子洗澡的时候闹 所以现在去洗澡之前先给他释放一下体力 我们到洗澡的地方了 生意真好 门口车都停满了 月饼 一会儿叫人月饼一会儿叫人艾里斯 我们小名叫月饼是不是 大名叫艾里克斯 好 洗澡了 我家狗子不敢进来 大家在等他上楼梯 看我们家狗子连这两个小的都怕 所以都抱起了 他胆子好小 艾里克斯一会儿要在这洗澡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在这等他 不能在这陪他了 就只能出去等他了 艾里克斯一会儿要自己洗澡了 天都黑了 然后他刚打电话通知我们说狗狗我洗完了 还有有点忐忑不知道它变香了没有 艾里克斯你变香香了变漂亮了 是不是 我们再也不是卷卷毛脏脏毛了是不是 真漂亮 月饼回来就累了 然后就趴在这睡觉 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 月饼的包裹到了 喜欢不 猜猜里边是什么 你来自己拆吧 再也不用玩这个已经被你撕坏的玩具了 打开了 看一下 哇这大骨头 买的牙刷 一包四个呢 还蛮划算的 这么长的牙刷 两头的 一头大一头 哎呀这么大骨头 喜欢不 哇这好大 好大 这啥骨头 牛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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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看 快开始了 喜欢不 还有你的梳子 终于可以梳梳了 快快快快 这是长毛 大型 你看长毛用的 大骨头 他说可以去除99%的 不知道是真的假 不过现在其实 月饼 骨毛也不是特别严重 这骨头也太大了 上面有肉 喜欢不 喜欢吗 喜欢吧 再也不用 砍纸箱了 再也不用砍家具了 喜欢 小的就是跟刷子一样 那种嘛 我老觉得我养的是一只羊 这边吃着还跟你梳着毛 你有多享受 那边是脆骨 你知道吧 上面有肉吃着口 对 不会用手摁着吗 月饼 对 听得懂吗 一下 太厉害了吧 听懂我说啥了 太逗了吧 那你说这个推的时候还是 要用手拽下来 不知道是为啥 要设计这个推 是谁说的 我看不是产品在外面有人评论呢 是不是应该过一会给他 不是让他一直啃啊 他可能会一直啃啊 会不会吃太多 你想吃那么多骨头 看到他肌肉 会不会抓胃啊 你看我没吃 我看他胃酸化不好 这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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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